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一点照新闻 我是杨昭 礼拜四是我们的阅读答案时间 在节目现场 今天为大家要访的是 黄焕出版公司的总编辑 卢春旭 春旭午安 杨昭还有各位听众 大家午安 春旭刚好 今天你帮我们要介绍的是 平安文化的书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跟你聊一下 也帮我们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 平安是属于黄焕集团底下的 另外一个牌子 但我也很好奇 大概在一般的读者的心中 因为黄焕的招牌太悠久 太响亮 所以我相信相对的 大家对平安 没有那么深入的认知跟了解 那第一个是说 现在黄焕整个出版集团 它的规划 架构是怎么样 第二个在这个规划跟架构底下 平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呢 其实我们公司 目前旗下大概有三家主要的出版社 一个是皇冠文化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之前就出了就是主要是以小说散文 是以文学为主 当时从皇冠杂志这样一路延伸出来的 这个皇冠出版社 这个大家很熟悉 对 然后那个平安呢 它其实最主要是非文学的部分 那像我们之前出过那个总裁私职心 流氓教授等等 其实都非常受欢迎 这样子 然后比较近几年 像初心 江振成的初心等等 就是皇冠文化 平安文化最主要是非文学 那也有就是一些健康方面的书 这样子 然后另外是瓶装本 那瓶装本是主要是比较流行性的作品 有化妆啦什么 健身啊美容啊等等 或是艺人的书 像我们大概7月会出那个大S的那个育儿日记 从化妆现在变育儿了 对 主要就是有一些艺人偶像的那个书这样子 就是属于比较年轻 然后流行取向的 不过好奇到你们这三个品牌中间 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彼此互相的互动 或者是什么样的安排策略吗 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 其实是混在一起的 像我们的编辑其实没有分哪个出版社 OK 对就是你可以编到皇冠文化 也可以编到平安跟平专门 所以我们的编辑等于是非常的全环位 要有不同的本事 对对对 那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是 吕世浩的书后 这是当然这是关于历史的书 我是想在皇冠的整个集团底下 他放到平安当然是有道理 因为他是非文学的 不过整体来说 出历史书一般不被认为是 很容易可以联想到跟皇冠 这个品牌有关系的 所以我很好奇说 为什么会去 为什么会出律师号的这些历史的书呢 事实上你知道我老板他是念 本身是念历史的 当然我当然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 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这样子 对那后其实我们老板一直有个心愿 他一直很想出历史相关的书 可是他不想出那种比较严肃 学术性的东西 他希望这个历史是可以跟一般人的生活 很亲近的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就是已经有很多年了 然后刚好在这两年的那个 刚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吕士豪老师 他是那个台大的历史教授 那他的课程在台大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就是他开的那个通试课程呢 台大的学生就评论说呢 你如果在这个四年里面没有机会修道的话 你会遗憾终身这样子对 然后后来他在那个Coursera开的那个课程 也是吸引了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来听这样子 所以等于他是一个 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老师 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就找他来出书 然后第一本书其实讲的是秦始皇 然后这本是讲那个帝国崛起 帝国崛起这本虽然是放在第二本 可是他比较像是秦国的前传 就是秦始皇他是把那个 就是秦国带到一个巅峰时期嘛 那他的在这个巅峰时期之前怎么样子 就是秦人他们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 就是等于是帝国崛起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那我在想如果读者呢 你有看过秦始皇 你就知道为什么吕四浩的老师的课会这么受欢迎 然后包括他出了这个秦始皇之后这个书 为什么会削得这么好 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吕四浩老师非常非常会讲故事 就是他这个在里面把那个 虽然他常常引用是史记里面的一些文章 然后来告诉你整个历史的脉络怎么样子进行 还有这些历史人物他们怎么样子去处理事情 可是他他讲的方式呢不像就是不像一种学术学术研究那样子 他就很像在跟你讲一个故事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他文笔非常的生动 跟现代的人很能合在一起 还有包括我觉得呢 他在这个书里面呢 他常常会反问读者问题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做 他会让读者你先去 他会抛出问题来让读者你先去思考 然后再告诉你事情的发展代理是怎么样子 那我个人来看 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有趣的 包括譬如说像在帝国崛起里面 我觉得我就看到有一段很特别 就是秦谬公他就是 就是找到一个闲人 就是白礼熙 然后呢 这个白礼熙被这个秦谬公重用之后呢 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他这时候就问就抛出这个问题 问那个读者 他说如果你是那个白礼熙 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要大展那个我的那个 换回我的才华 或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这样子 可是他说呢 白礼熙他的第一个选择 不是做什么事情 他第一个选择竟然是跟那个秦谬公 去推荐一个比他更显能的人这样子 然后他就问读者 他又在问读者一个问题又说 如果是你 你会推荐一个 就是比你更厉害的人 给你的上司吗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会 你知道会害怕 就是会有私心啊 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那个白礼熙 他敢做这样子的事情呢 对他在这个书里面 就会分析很多个那个原因 告诉你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对读者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脑力激荡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特点之一 刚刚讲到了你老板和平云 当然我当然知道他学历史的 因为我最早认识他将近30年前 你们是学长学弟的关系 他是我学长嘛 我初次在台大历史系认识他的 我当然知道他是学历史的 那在这个书前 他有一段出版人的话 所以他就说从事出版30年 虽然大学念的是历史系 但除了一套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之外 却一直没有出版什么 跟历史有关的书 这倒是事实 而且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也不是在他手里面出的 那但是有意思的地方 恐怕也就在于这一篇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平云自己写的了 这个出版人的话的标题 他就说那些人生困局的解答 或许就在你早已遗忘的历史里 我想关于李世浩在讲这一段 这些历史的时候 恐怕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一直把这些历史的事迹 历史的过去的往事 跟叫做人生困局的解答 扣在一起吧 是就是他会跟就是现代的生活 或者你们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处境 整个是连结在一起的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对历史的 听到历史的感想就是觉得 这是老扣扣的东西 是那我觉得这也是李世浩老师 他之所以他的课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也是在这边 就是因为他会跟我们线下的处境 把它连结在一起 所以你会觉得历史 其实不是这么的枯燥这样子 对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老实讲我自己也是念历史的 但我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其实老实讲也是觉得历史 觉得有点无趣这样子 可是就是当你出社会经历了很多的 你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是历史是很有趣的 老实讲我觉得我们确实 你可以在历史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 是人不断在重复的 或者是古人面对的一些处境 其实老实讲对现在人来讲 其实可能也是都一样的这样子 可是当时候古人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选择 或做那样子的决定 你现在可以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所以这个可以直接这样问说 我们这样来对照 也许对于吕诗号的书会更加的清楚 你以前在历史系学历史的时候 之所以觉得历史无聊无趣 以及对照你读吕诗号 你可能不会觉得那么无趣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他会跟你现在的生活连结在一起 那就让我就是直接追问说 因为你的老板说那些人生困局的解答 就在历史里面 你读吕诗号的书 有因为这样子看到了一些 什么人生困局的解答吗 从私人的 从个人的角度 不管尤其你刚刚也特别讲到说 到了这样的年纪 有那么多的人生的经历 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疑问 会随着我们的生命的经验 跟我们生命的历练而有所不同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你看到了这个书里面什么样东西 其实老实讲 我看那个从秦始皇一直看到这一本 然后我觉得 吕诗号在讲到秦人 这整个他们创造整个秦国 然后一直到秦朝这整个朝代 为什么他们从一个被当炮灰的一个世主 然后到最后可以统一全中国 那其实跟那个他们整个世主的个性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那像这一点就让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其实也像我想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一个人的个性是决定他的命运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历史书里面 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 一个世主他们的整个世主的那个个性 其实也决定了他们这个世主的崛起或没落这样子 其实这种叫做古为经用的这种说法 这种写法或者这种这个解释历史的方式 其实在通俗的历史的著作里面 还蛮平常还蛮常见的 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吕诗号 那尤其是吕诗号他自己也在中国大陆 这个教书写书 其实中国大陆有好多好多这种书 所以反而是说把它放回到放进到这种 古为经用来讲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底下 你会觉得李世豪的书或包括他选的题材 以他写书的方式 有什么跟其他的像例如说明朝 最近明朝很红 或者是之前像于丹在讲文语这些东西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或者是最大的特色 因为老实讲不好意思 就是你刚提到那些就是比较大陆的 他们的历史的书籍 老实讲我因为我比较少 你看的不多 对我看的不多比较少接触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说 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吕诗号他的 他的整个至少在这里面呈现那个文笔 非常的非常的生动活泼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是你知道 譬如说每一个作者他在用字前词上面 其实有不同的风格 有的可能是很文学的 然后就比较严谨的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吕诗号他的整个文风 是非常非常活泼跟生活化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对很一般的大众 就是是非常容易进入这个书籍里面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有什么样的例子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他的那个文笔 怎么样的一个生动法 怎么样的一个 当然其中你刚刚已经讲过一个 他有一个写作上面基本的技巧 他真的有很多的反问 有很多的问句 然后他当然他也会把那些 一方面他会列原文给我们 然后再用他自己的白话的方式来讲 所以他整个看起来 这个写作的方式比较像是上课当中的实录 我不知道这个究竟他在 这个书跟课程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实他基本上当然是以他上课的整个 就是课程的那个大纲是为主要的 可是就是把它转化成就是书的时候 他还会做一些修正 对对对 最主要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我刚刚为什么说他这个 其实比较像上课的实录 因为里面有很多是你很清楚的感觉到 他就是在对着学生讲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例如说在帝国结局里面 他就有一段 他会先 这是非常典型女士号的 例如说他会给你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例如说他会说人文学讲的是常理而非定理 就常情常理而论 父母对子女往往是最真心的 不害得我特别想说 但我没有说子女对父母 我们这样看到这种做父母的人 其实都会有感触 但当子女的不见得那种感觉 人在外面很多不能公开说的真话 往往会跟自己的孩子说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说 这就是我想他非常生活化 或者是非常口语 他说我常跟台大上课的同学说 天下对你们最好 大概莫过于你们的父母 因为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一个圣 只有你的父母会毫不犹豫的 把自己的圣给你 再好的朋友都做不到这样的事 我乐老师当年教 我人绝对不可以教不孝的朋友 为什么 父母对他那么好 他都能对自己的父母不孝 如果你跟他交朋友 你对他再好 能好过他的父母吗 我想就是他在讲历史的时候 他另外有很多是 直接他用他自己的语言 或者用他自己的体验来讲 这种生活或者是生命的人生上面的哲理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 是是是对 好那我们再来讲说 这两本书 他有一个共同的标题 叫做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 我也好奇说这个思辨之旅 讲的是什么 或者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特别把它标准出来 叫做思辨之旅呢 春雪你觉得 我想最主要是 吕四浩他不是要给你什么标准的答案 其实他是要你自己去思考 他告诉你一个历史的事实 或者是一个人物 他做出了什么样子的决定 可是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或就是他就会让读者说 你自己去思考 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对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 让读者在看他的书的时候 有一种全新 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阅读的感受 这样子 因为一般以往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常常是单方面的 我们会就是去接收 书里面的内容这样子 可是可能比较少去做到 思考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书的一个 还蛮强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觉得读者 你可以在这个书里面 看到吕四浩老师 他常常抛给你一个问题 说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这样子 这里其实也就回到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对比对照 为什么历史会让人觉得很无聊 有一部分是因为 我们都把它当作标准答案来叫 我们老是就以为说 历史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说 这是不能改的 当然历史的事实是不能改的 但并不表示 你只能把这些东西当标准答案 你怎么看待历史事件 以及你怎么解释历史事件 其实是有很大空间的 对而且我常常觉得 其实很多事情 并不一定说就只有一个 这个做法 他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的做法 那很多的做法 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其实没有一个说怎么样子 就是一定要某一种做法 才是对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 我们身为人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做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人生里面算还蛮有趣的地方 所以这也就是 为这个同样的历史的材料 有的时候是取决于来教历史 来讲历史 来解释历史的人 他的洞见 就是你在这个历史 同样大家都看到了 历史事件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或者你如何解释这件事情 我想这就是思辨的 最重要的内容吧 也就是说 你不是光是看到的这件事情 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过 你会去想 在那样的一个情景底下 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这是吕思浩 吕思浩他在这两本 《秦始皇》跟《帝国崛起》当中 共同一路一直希望 用这种方法来带领我们 或者是来给读者 一种不一样的 关于历史的看法跟角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吕思浩的《帝国崛起》 其实是两本 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 前面一本是《秦始皇》 第二本是《帝国崛起》 我们进一端新闻广告 后来继续跟陆春许聊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FM》 《九八点演义》 非常欢迎你继续收听 《一脸兆新闻》 我是杨兆 今天礼拜四 在节目现场为大家要访的阅读达人 是《黄黄崛起》的总编辑 卢春旭 卢总编帮我们介绍的是 《平安文化》的书 吕思浩的两本 历史的思辨之旅 前面一本是《秦始皇》 后面一本是《帝国崛起》 这个《秦始皇》跟《帝国崛起》 把它放在一起看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个是《秦始皇》 其实时代比较晚 但是反而先讲了 先出了 再把《秦始皇》 或者是《秦之所以崛起》的 一些关键 放在第二本的《帝国崛起》当中 另外一个重大的对比对照 《秦始皇》是一个理所当然 大家都熟悉 而且会好奇有兴趣的历史人物 秦皇汉武 这些都是大人物 但是帝国崛起不是 帝国崛起显了蛮特别的主角 贯穿在这本书里面 这我想对于绝大部分 即使像卢春旭 春旭大学历史 我们大概都不太注意到 这个在那个秦崛起的过程当中的 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角色 叫做秦谬公 所以你怎么理解 或你怎么解释 律世豪为什么会对于 秦谬公这么有兴趣 其实帝国崛起主要在讲秦谬公 因为他算是那个秦国 他们整个到新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觉得秦谬公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国君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反映到我们现代的话 你想想看有哪一个老板会知错能改 这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一个事情 像秦谬公他怎么样子知错能改 我里面有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秦谬公他一直要就是力经图字嘛 就是把那个整个秦国 把他让让他强盛起来 结果好不容易就是过了二三十年之后 因为他在那个白里希的协助之下 整个秦国就强盛起来 后来有一天呢 就是有人来跟那个秦谬公近年说 就是那个正果啊 就是我可以在正果当内应 你要不要来偷袭那个正果这样子 那秦谬公那时候 因为国家已经到了 算是还蛮强盛的一个地步了 所以他就很想去把那个正果拿下来这样子 可是这个白里希呢 就一再的那个 劝他不要 他就说有人来告诉你说 正果可以偷袭啊 那你也难保说 我们秦国人没有人会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这样子 可是那个秦谬公呢 他就是完全不理会 因为他那时候整个国家是在一个强盛的时期 然后他又一心想要对外那个拓展这个土地 国土这样子 所以像在讲这个时候 那个吕思浩就会特别也是从 现代人或一般人的那个角度提醒我们说 因为这个时候秦谬公心里面 他是那个他的情绪在决定 是 在帮他做决定 对 所以他只想到拿下正果或打了正果胜利的那个兴奋 他完全不去假设有可能他会失败 对 他已经其实有点失去理智 就像刚刚杨兆讲的 就是他其实情绪已经被 就是已经被那个情绪所主导了这样子 结果呢 他就派了这个白里希的那个儿子呢 就有总共有三个人 去打这个仗 就这白里希呢 就其实他跟皇上他当然不能跟他只能劝阻他不要不要去打这个仗 可是他跟这个儿子他就讲了真心话 他就说你们去打正果一定会失败 而且会败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们在什么地方会被打败这样 他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样子 结果果然呢 所有的事情就照这个白里希的所讲的 就是他们败的非常非常的凄惨 然后就是最后只剩下这三个主将 然后被俘虏这样子 结果呢 这个秦谬公呢 就他就用了一个方法 然后去把这个三个人把他要回来这样子 然后呢 你知道他要回来的那个第一步呢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你这个打败的那个战将啊 回来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那个惩罚 对不对 结果他没有 他反而亲自去那个城外迎接这三个 三将至谬公束缚交迎 对 然后向三人哭曰 孤已不用白里希减书言 已入三子 三子合罪乎 是 我听你也有原文你来翻译吧 对 他就说 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去听那个白里希的 白里希的劝告 他完全是他的那个错误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就是他其实是就是一个知错能改的那个一个国君 对 然后呢 他还对他们就是更加的后代 结果在三年之后 他们又重新就是历经图字呢 重新又缓工这样子 结果他在胜利之后呢 李四浩老师他又在这边问了一个读者一个问题 当你一个国君你又打了肾仗之后 你会做什么事情 结果呢 你又来看啊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秦缓工他就是一个 老实讲我就是一个能屈人生的 人就是他自己 错误了他愿意去承认这个错误 我觉得当一个人他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他才可以知道看到说他自己有哪些地方要去改善 他也才可以会更进步这样子 所以这个李四浩李老师有几段从这个历史发出来 就是跟人生跟如何处事有关系的建议 那当然他是对着学生说的 他说各位年轻的朋友们读这段话可能没有感觉 等你以后年长入了社会就会知道 要让高高在上的上位者愿意主动道歉 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世间绝大部分的上位者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有错 他们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造成的 你刚刚讲那个复仇了之后 然后讲到这个情势 然后情势完了之后 这个律师浩的这个评语也是这样 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他说各位可能会想认错有这么重要吗 是的非常重要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人或任何团体都不是完美的 难免都有决错错误的时候 有错不怕 最怕的是因为碍于上位者的面子或责任 因而不敢改正错误 好了听起来说了就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平常的人生的规范 或者是人生的建议 但因为有历史的例子 所以会让这种给我们的劝告 听起来更加的该说更加的鲜活 或者是更加的有效吧 是我觉得其实在历史里面 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那当然最后其实决定权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你从历史的人物看到什么 然后你怎么样子去走你的人生 我觉得历史是真的可以学到很多 为什么是历史 或者说为什么是历史人物会特别给我们这种感觉 怎么讲呢 因为我觉得历史是已经是过去的一段历史 而且他是从这么 应该他是说 他可以让你有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因为像我们人处在当下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是盲目的 会看不清楚 可是你从历史的角度 你看这些多少千年来 这个整个所有的历史人物 他们的整个人生变化 我觉得你才可能去看清楚很多的事情 而且还是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所以我们看着别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对应对照 他不是凭空想象出来 他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想象出来的道理而已 他是确确实实有人付出代价 而且有的时候往往是非常非常惨痛的代价 所以才能够留给我们的教训 如果连这样的教训 我们都不太愿意去听的话 有点可惜吧 因为真的 如果等到你自己要去付那样的代价 然后来造福后世的人 你大概不会愿意 太惨痛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吕色浩的两本书 秦始皇跟帝国崛起 他们共同的副标叫做 一场历史的事变之旅 非常谢谢春旭来到节目当中 帮我们介绍这两本书 春旭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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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